中兴教授 他其实是主任 然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也已经也结向了国社科教育部多项项目 出版韩国联系制 日本联系制等多部 那么下面有请王老师 好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介绍 刚才呀我已经收到了好几位教授 博士给我发了信息 说非常感谢吴老师组织此次科学理论前沿飞翔会 他们拓展了眼界 非常的受启发 我也非常认真的听了前面几位老师的讲座 每个人都给我打开了一面新世界的窗户 心里我有衷的感激 鉴于现在时间不多 虽然我还做了三十张课件 我打算尽量的在13分钟之内结束我今天的报告 今天给大家的讲座主要是我属下所参加的 这样的中国产式学的一个高级研修班 他们的主题就是中国产式学 国内现在有一批学者在非常有意的要构建一个 新的学科叫中国产式学 再次也给各位所有的青年学者和所有听报告的人 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会 大家可以知道每一年的暑假和寒假都有很多这样公开的 免费的研学的机会 在哪里报名呢 就是在一些公众号上 你就报名就行了 包括前面其他所有的老师都是参与了这样的一些研学的机会 他们是不收费用的 有的是专门面对青年的 当然有一些挑选 还是积极报 这也是别人给我的建议 我也分享给大家 这样的一个我今年参加的这个高级的研修班 有多位老师讲 也上课非常的密集 上午下午晚上全部都有课 老师们的上课呢 主题是中国展示权相关的主题 但实际上上起来啊是非常分散的 所以为了要做要给大家做今天的这个报告 让我又去读了一些相关老师的文章 所以把老师们的报告 我自己又整理成一个主题 主要是谈论阐识学方法论的意义 提出一个张江老师提出的强制阐识与公共阐识 以及阐识学的方法 所以在提到方法论意义的时候 一定要有两个关键词 就是一定要牵扯到 就是你到底是叫权式 还是叫阐式 这个词是很不同的 阐和权最准确的解释 大家依然去读一下本页课界上的 张江老师的这篇文献 我读了这篇文献 以及这次参加培训会以后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很有可能 我在我现在正在写的这本书 我可能会把这个题目改掉 我的项目的名字叫东亚权式学 但我现在的想法对我的影响是很可能会改变为东亚阐式学 因为阐和权这两个字它是意义很不相同 以及这些相关的概念 说明解释 诠释和阐释 它一定是有各自的侧重的 如果我们把每个词的意义都不能搞清楚的话 那这个 那后面的研究都是跑偏了 所以你看说明是最早在神话与巫师阐释学中用 解释是在语文和文字阐释学中相关的 权式主要是在神学和法学 因为它来自于西方 它是比较科学性准确性 而阐释是一般与哲学 阐释学学科性的存在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状态 但权式可能相对于是一个准确定位的 封闭的一个状态 所以第一个老师讲的 张福贵老师讲的 对我的启发非常的大 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从本体论转向方法论 像琼莲老师刚才说的 现在学术的许多的学术都面临两个字 转型 琼莲老师谈的这个文学的近代转型 整个的阐释学也有一个转型 所以他提出本体论向方法论的 这个转型 老师们我在这个七天的培训中 所得到的方法论有三种 第一个是隐意逆制 这孟子提出的 第二个是训辜阐释 第三是对话阐释 但实际上我在这个会上 向张江老师提了这个问题 当然老师也各有回答 我还向这个曾军老师 上海大学的曾军老师也提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要建构一个阐释学的话 我们中国的学者在阐释 是只针对文学专业的 哲学专业的 还是全学科的 实际上我有时候觉得 所有的专业科学的理论 都是对世界的阐释 我们想一想 数学物理化学文学 各种的都是我们要把这个世界 展现给别人 我们就得先理解了 然后把它解释出来 展现出来 就是一种对世界的阐释 那第二个 中国阐释学的方法 既然提到方法论的转换 除了训辜学 还有哪些呢 现在张老师提出的 这个概念 训辜阐释学 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许多老师已经在建构 这样一个学科了 训辜阐释学的学科 但还有哪些方法呢 但实际上我在向张江老师 提出来的时候 张老师也觉得说 大家都还在思考 因为这个学科还在推进中 就是还不知道有哪些方法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 国家社科的重点项目 我也每一天都是在 名思苦想这样的一些方法论 就是我目前 其实已经发了文章了 就是但是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还想把它再深入一下 就提出一个方法论 叫图说阐释 或者说叫图像阐释 这是一个对世界阐释的方法 第二个转向 就是从公共阐释 转化为个人阐释 我每一页下面 凡是有这个参考文献的 大家可以再去看 我就不再细讲了 主要是解释的 阐释的公共的路径 从公共的路径 到个人的路径 从终点诠释 与起点阐释 至于强制阐释 我专门在这强调一下 强制阐释 主要是指的是当代西方文论中 在阐释过程中 我们中国学者认为它所存在的一种根本缺陷 这个不是一个阐释的方法 我们现在要把西方的诠释学要拨倒 或者说认为它不适合中国的学问 那西方的问题现在哪呢 你不破不立吗 那它这个西方文论的 它有什么缺点 我们找到它的七寸 拨打它 然后建立我们自己 强制阐释的这个话就张江老师提出的 它现在是中国阐释学的 我感觉是number one 所以强制阐释的这个理论的缺陷 表现为各种实践与理论的颠倒 具体出向局部与全局的分裂等等 这些缺点 因为它存在这些缺点 所以我们现在要符合建设一种符合中国 学科的全学科的新的理论 这都是对中国阐释学构建的一个 一些基本理论的诠释 包括公共诠释 公共诠释的之所以认为公共的这种阐释 是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存在一个公共理性 如果人类没有公共理性 那沟通和理解将无法进行 所以公共阐释的内涵特征 这个我都做得非常的认真 但应该是大家看看课件 应该也完全能够理解了 以意逆制 这个理论主要是李清良老师提出来的 我当时听到这一场讲座的时候 非常的受启发 所以我们在学孟子的以意逆制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以意逆制很熟 但是我们有没有细心的想过 以意逆制的意 这个意是谁的意 是解释者 也就是学者 解释者的心意 还是古人的意 还是作者的意 李清良老师认为他是作者的意 我们认为以意逆制的志 这个志是作者的创作意图 还是他的思想感情 还是他所记载的史实 以意逆制的逆 逆是赢取的意思 就我因为你是这样 所以我赢取的意思 勾考的意思 带于考证性的 还是推求推测的意思 你看这个问题 当然李清良老师已经写 他已经写了一个专门的文章 他说还没有发表 他马上即将发表 这个文章发表以后 我相信各位老师一定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体验 逆主要是指把握作者根本精神的能力 这个特别的重要 我们在把握的这个基础 以后我们才能够把它解释得出来 逆的方向 有表 即理 有波 即圆 有险即优 如何逆呢 你怎么逆 由思 倒绝 反身而成 实现创新性与联系性的统一 至于训辜产式学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认为 因为我现在有一张 也要用到训辜 我就想要用训辜产式学 在我没有 就是大家可能是英雄所见 略同 在我还没有 就是参加这个培训班之前 我在二二年 报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其中有一张就叫训辜产式 我当时已经认为 这一定能够成为一个解释中国经典的一个通用的 一个方法论 这次又通过其他老师确认了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荣幸 但是这个方法也是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对话阐释是曾俊老师提出来的 他主要是提出对话阐释的几个优点 相对于个体阐释 外卫性的对话阐释 是对个体边界的跨越 相对于强制阐释 自反性的对话阐释 是对独断倾向的克服 相对于反对阐释 共生性的对话阐释 它是共生性的 这是一个生物学体系的一个概念 下来我想介绍一下我所说的这个图像阐释 图像阐释并不是说它只是通过图像 仅仅用图像阐释是一种理论吗 那肯定 但我在这里所说的图像阐释 并不只是限于图像阐释 只是为了要强调图像阐释 所有的图都在我所说的图像阐释中 图都是有文的 实际上它是一种图说阐释 但我为了要强调图像 所以把它叫做图像阐释 比如说我们陕西人爱吃肉夹馍 那肉夹馍 那当然不是肉夹着馍 那是馍加着肉 那为什么它不叫馍加肉 因为馍很普通 肉很罕见 所以叫肉夹馍 所以我说的图像阐释 并不是说它没有文 它有文 但是为了要强调它 所以叫图像阐释 所以我提出的这个概念 图说学的这个概念 因为在文章中也已经说到了 就是图就是图像 说就是文字 所以有两篇文献 是能够给我所说的图像阐释 当然说不定过一段时间 我想一想 我觉得图说阐释可能更好 也有可能我会把这个概念 换为图说阐释 就这些图说的概念也体现 主要集中的体现在 我目前所做过的联系制新编 联系制补仪 日本联系制和韩国联系制的书中 接下来最后一个汇报的老师 他是关于汉字字书与哲学阐释 这一部分我发现 朱文玉同学的介绍 给我很深的启发 他所听到的这个汉字的介绍 那更加的专业 跟我在这里只是作为一节来汇报的 这个哲学阐释来说 朱文玉老师的汇报 更深刻更全面 我在这里所说的汉字 诠释的这个阐释的这个向度 主要还是图文并茂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已经非常确定的认为 现在如果你要跟人谈一个阐释的问题 我觉得至少是图文并茂 我们影音现在先不要把它牵制下来 因为可能它还牵制到更加复杂的问题 但至少是图文并茂 就像今天我们各位老师 给每一个讲座里面 都是图文并茂 那你给别人讲一个思想 如果全部是文字的话 我想是非常枯燥的 本来理论已经够让人 不能集中注意力了 如果你都没有图像 用来缓解一下人们的理解压力的话 那当然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太好 所以我觉得图文并茂 你任何的阐释学 如果至少做到图文并茂 是最起码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八卦 八卦也是图文并茂的 物像图理语义学 所以阐释学是通过理解活动 去揭示意义 而语义学是通过语用事实 揭示意义 训辜学是通过字形结构 揭示意义 我们发现这三点是非常接近的 你在具体的阐释一个主题的过程中 往往这三个你是要同时要用的 相和形也是同时要用的 所以试明是作为一个很早的一个字典 这个老师讲的时候是把试明从前到后的 因为我们经常现在有一个缺陷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陷入到这个文本当中 跳不出来的 这个老师研究试明 他就发现所有的这个试明的结构 体现出一个从个体 家族到社会和事工的展开 我们发现是从小到大的 古人编书不是随随便便的 就哪个安排的第一卷第二卷 原来卷次的安排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这个就叫知识建筑学 所以世界的文本化 与文本的世界化的问题 主要还是体现在传统字书 对人事经验的建构性的组合 然后秦汉的四部书也是提到亚俗的问题 想起来 琼莲老师所说的这个亚俗的问题 有不停的转型 这个词转型的是整个中国理论界 社会界 哲学界 思想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转型 古今 亚俗 以及当下世界的转型 在秦汉四部书的字书的字典中 也体现出这种转型的特点 最后一点 张静老师在最后到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人生 我觉得张静老师讲的特别好 真的我自己感觉非常的受启发 他给所有在现场的人讲完了以后 张老师发现年纪也很年长了 但是精神特别好 他讲了 他非常认真的讲这四点际遇 我很受启发 所以我把他的观点在这里 重复一下 再把它寄给我们在听的各位的青年 第一个是问题意识 你对对象 对对象着实 对你的研究对象也好 对这个世界也好 你要有问题意识 你一定要学会对自己提问题 你要提出你自己的问题 是说属于你的特点的问题 老师反复的强调这一点 说你要发光 你不要被别人的思想覆盖 不要被别人的名气覆盖 不要被别人覆盖 你要问自己 你要让自己突出出来 怎么办 你要抽象自己 抽象自己 主要是指的是什么 我最近又在指导一些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就发现同学们可能最缺乏的能力 就是抽象自己的能力 这种概念一定要有覆盖性和解释力的概念 要抽象出来是不容易的 但你要训练自己 能否把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感受概括出来 用一个词两个词要概括出来 不要老是去跟着别人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好了 真的我张老师说这句话 我就想把它告诉给我 所认识的每一个青年 你不要老是去跟着别人 你就是要抽象自己 要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这个世界 你以后如果不在了这个世界上的后人们提起你的时候 还想起了一个词 那我觉得你对世界做出了贡献 学文学的人要学点哲学 所以我觉得学文学的人就是你概括能力不行 就是你哲学 你没有学哲学 你要学点哲学 你就会不断的问不断的问 你追溯下去你的逻辑思维 一直追溯到那个最本源和最根基的地方 我想你的抽象的能力就会提高 第三是交叉自己 老先生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无限的概括 因为张江老师以前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部长 他后来到了中国式科院任副院长 他自己就是学数学的 他在讲话过程中 也说了很多数学的概念 幸好我以前是个理科生 但那些概念 那些公式 我也只是听到个名字 但老先生能够非常流畅的把那些内容说出来 但是你看他做了宣传部长工作 除了管理工作是文科吧 在中国式科院做副院长 他现在提出了建构一个中国产式学的一个学科 你看人家是个理科生 所以他反复的强调说 你不要局限在一个领域 不要把自己约束在一个领域 一个专业 这个是老先生的原文 他说你总是一个专业 你就趁早回家洗洗睡吧 我真的这个是 这不是我概括的 他在原文化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没有起码的哲学训练 你就做不好文艺专业 专业一定要交叉 要多学几个专业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学的专业很多 我现在就会发现 我在写作的时候 我经常会使用一些化学的概念 物理的概念 生物学的概念 比如刚才这个共生的概念 这就是个生物学的概念 就是你说以前我没学怎么办 你就学呀 没有人挡着你呀 我去年还专门 花大力其实去学了日语 今年写一篇文章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了统计学 像历史 真的我都是没有学的 我是专门报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的专科 专业的学问 就才拿到历史学本科的学问 又就拿到了经济学本科的学问 就是本科的毕业证 历史学本科的毕业证 我又拿到了经济管理的本科的毕业证 汉语言文学本科的毕业证 我都是自考的 那我下试要学好一个专业 就想办法把它学好 否则的话 你的思维是非常狭隘的 你是想不出新东西的 因为世界是不分科的 你活在这个世界里 它是不分科的 就像张老师说的 你总是一个专业 你趁早回家洗洗睡吧 我是不敢这么说的 但是我把张老师这句话 非常认真的传达给大家 第四要清醒 他是清醒 我很惭愧 因为我在 我在培训班上 向张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当然后来好几个老师 一直说 呀我提的问题特别好 就是前面我说的那两个问题 其他人有可能不会提 因为我的这个产生学的方向 我本身就已经思考了很久了 提了以后 老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这几个词 你刚才说的 你懂吗 把我问的面红而吃 就是老师是非常敏锐的 所以也给我一个 就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警戒 一定要写自己懂的话 我们自己所写下的每一句话 都去回头看一看 这句话对吗 你能 如果有人 你在你的文章中 你写下的每一句话 你回过头就看 如果有一个对面 站着你的老师来问你 站着一个专家来问你 这句话你懂吗 是对的吗 每一句话都要问这两个问题 它是对的吗 你懂吗 如果你说 这个我敢确保 它是对的 这个我懂的 就是这样 没错 那你这句话就不要删掉 你保留着 如果你自己 我们自己写的文章 过去分 这句话好像是我从哪听的吧 可能感觉是这样吧 那可能这句话就得删掉 因为自己不懂的话 就不要写 我们要确保我们生产出来的知识 是正确的知识 因为 即便我们再渺小 也一定会有人读我们的文章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王老师的最后的精彩的发言 其实也很感谢 在这一次的分享会上 整个分享会的整个组织过程中付出的心力 这个是真的非常感谢 那么时间确实啊 真的已经四个多小时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讨论环节吧 就是大家也在线 也非常感谢这几位老师 还有在线的老师和同学们坚持到现在 那么大家看一下 珍惜一下这个宝贵的时间 可能也只有几个问题 看一下 看看谁先到先得 就直接开mine 或者在留言区留言 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直接开mine 那我在这里 不然我先问一个问题 应该张晓明老师还在线 嗯 还有在线啊 张老师是这样子 我刚刚因为也非常认真听您的这个 日本的中国学 因为我一直这几年在做那个黄波文化研究嘛 那么这个因为他也一直涉猎到是中日的两国的一些文化文学 那么我刚也是通过你去参加这个学会的一些 呃数据啊展示啊 还有他们集中的范畴 就我想问的是就是说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啊 嗯 似乎从数据当中 当然他涉猎的领域也不要广 那么 近几年或者这些年 他们的主要的聚焦点在哪里 就是他们研究的中国学 那么研究的乐点主要是什么 除了我刚才知道 包括刘云老师啊 包括这个茂林 他们都讲的是鲁学的这一块 那我还想就是了解比较多的这一块 那我在想说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啊 去输出去 嗯 比如说更好的为他们所接受 谢谢张老师 嗯 嗯 呃这个呃 非常谦虚啊 这个说这个黄波的这个事情 呃 然后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写也写了一点黄波的 因为呃 我研究的这个江户的这个呃 不熟的儒学者啊 像这个山路住行啊 这个伊藤人哉啊 还有这个迪生素来 他们都跟这个 这个 这是当 这是当 感谢观看